早八点,央视官宣惊喜决定,恭喜蔡斌,求您沸腾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开始烦恼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正在征战本次的女排实景赛比赛 本次比赛对中国女排来说也是非常关键 队员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本次比赛中输获冠军 因为在此前十年赛中,中国队表现并不是很满意 所以说随着蔡斌逐渐熟悉每个球员特点之后 我们的状态包括战绩都有一些提升 在此前的小组赛中我们五场比赛四胜一负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虽然说最后一场比赛1比3输给了巴西队 但是我们的主力自由人王梦杰是受伤了 这场比赛作为中国女排来说 如果我们所有的球员都比较健康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击败巴西女排的 随着比赛深入,中国女排是在赴赛中的对手 也是正式出炉了 赴赛的对手实力比较强劲 其中包括荷兰队,意大利队 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确实不能有大意 随着比赛即将开始 作为央视来说也是关键了惊喜决定 什么决定呢 就是本次的赴赛比赛 央视将会正式的直播 全程直播本次比赛 因为在此前可以说包括女蓝的比赛 还有各种比赛吧 央视呢没有去全程的直播 而且呢没有在自己的主频道直播 而是把中国女排的比赛 安排在CCTV5家去直播比赛 但是呢随着本次的央视官宣经济决定呢 央视的主频道CCTV5呢 将会全程直播本次女排十年赛赴赛的比赛 可以说作为球迷来说 是彻底的沸腾了 我们期待随着央视官宣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能够让蔡兵来说 莫泽尔金在本次的赛赛中岗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尤其是对阵意大利的赛赛比赛 可以说非常关键 我们也是希望了 蔡兵能够率率 击败意大利队 不在之前的意见之处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下期再聊